昨天我们的节目有讲到 危康2022年7月3日离开了 当然我们有节目了 2022-0703M 就是台仰和许流山做的节目 我在这里讲一点 危康那里见到有些朋友说他是反共 说他反共就不会欣赏他 我坦白说 你不欣赏他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说因为他反共所以你不欣赏他 这件事我自己也不欣赏 我觉得有些人觉得谭永伦 投降 乃降 然后就剪掉那些唱片 这只是损失而已 我们看一些艺园 甚至乎作家都很欣赏他们是文学创作 或者他们是艺术成就而已 你说得对 你有你的看法 所以我就说我有保留 我就不会直接说是愚蠢的 这种看法我是有保留 台仰就说愚蠢 台仰就在这里赶客路 用回台仰的标准就是 不要紧 我的看法当然有些人不会接受 我自己认为是粗钱的看法 应该这么说 他反共产党是经历过一些共产党愚蠢的事情 我也要真相说出来 他经历过一些愚蠢的事情 他是游泳来香港的 大家要记得他是游泳来香港 他是去过内蒙古的 还有他去过路改农场 我忘记了哪间 他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其实就是 我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干部 或者是共产党的人 本来是 他看到有些事情 就是共产党某些人做得很愚蠢 他就看到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 其实是这么说的 这个世界 很多地方都有不合理的事情 他看到这些不合理的事情 就影响了他整世的政治观点 他整世人 我也不应该说死人些什么 但他这种做法 就不值得大家效法 因为很多地方都有不好的事情 不合理的事情 根本的现实就是 如果你去打工的话 你到处都有不合理的事情 我这样说 可能有很多人说 我个人很灰 我说不是 我的现实是这样的 现实是这样 你要接受这个世界现实 就是很多不完美的事情 那你能不能够保持一个心态 就是你尽力去令到这个世界好一点 如果你的心态 要尽力去令到一个世界好一点的人 其实就是我的看法 有时就不需要说到一些太尽力的 因为他之前我最记得 就是阿鹿子 对不起 就是王毓银 对不起 我习惯了 对不起 因为其实不是很够睡 因为我很多事情做 昨天在这里我三点多才睡 今早是六点多起床 所以我睡了三个小时 其实很累 那屋银呢 他就说 这个危康说过 就是 妓女比共产党更可信 然后呢 之后呢 危康就解释了 我没有说过 他说我这样说的话 你屈我说这句话 就是侮辱了妓女 我是最尊重妓女的了 这样 你明白吗 他说得太尽力了 你明白吗 他说了多久没有回到内地才行 就是毅康先生 我的看法就是 没错 五几年的时候 你走难下来香港 那个情况就是 当然很传奇 那时候他在官房那里 又挑个图章 是假的 假的图章 挑图章 学会那些东西 就可以这样做 接着他就 先去了澳门 如果我没有记错 接着就再去香港 这样 偷渡 我操纯的看法 有些东西说得太尽力了 就过了 不需要这样的 他看到的东西 真是共产党做得不好的东西 是事实来的 有部份 大家是知道 朱永生就说 毅康本身在内地 毅做文书 我这样的看法 他说出来的不合理的东西 事实是有发生的 但是 是不是那些不合理的东西 在其他地方就会不存在呢 其实就不是的 只能够说 我的看法 看到不好的东西就将他无限放大 而且这个好像影响了他一生 其实就是我的看法 不是很对的 这里当然会有 魏康的粉丝 我这样说 当然会被台阳说说一下 用台阳的标准来说 因为批评人 是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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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说 其实我记得 他之前接受过李小薇访问 他说过一件事 就是说 共产党是必然腐化的 但是他说完这番说话之后 其实 几年之后 开始打贪 其实就处理了很多问题 他接受李小薇访问 我还不记得了什么时候 好像是10年 不知道是2009还是10年 他那时候说 这个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不过是官僚资本主义国家 当然他说出来的中国 就是说 说了国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些企业都在高干子弟的手里面 就是这样 这一件事 在习主席上了一场之后 有很多事情真的改善了 事实是 那 那 就是 你官僚资本主义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就是在 0910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情况 或者去到 2011年 2012年的情况 它继续发展下去 没有用 打贪 那些东西 去处理的话 其实 就是很残忍的 你也要承认这件事 但是 他说完这番说话之后 有很多事情是改变好了 那你变好了的话 那你不应该实事求是去看 是吧 那 还有 当然 他有说到 我记得他说 就是说 董小平说的 就是 要部分人先负起来先 那 其实 邓小平有说到 他后面有一句 就是先负带动后负的 那 魏康就说 其实本意应该 就是 给那些部分负起来的人 照顾未负的人 其实这个是 但是 其实 有些事情没有跟着做 是没有跟着做 其实在 2010年的时候 就是 胡温时代 有很多事情是做得不好的 严格来说 但是 会改变的 就是 有些事情你要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你譬如挖个 莲藕出来 你也要拖一些泥 出来先 你说 我要个莲藕一拔出来 就干净了 那不行的 那你拔出来 再洗干净 那就有个莲藕了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简单一点 就是粗浅一点 譬如你种过薯仔 种过薯仔的人都知道 你要拿薯仔出来 都要整手泥 没有办法的 有些事情是 我只能够这么说 现在 做好些 做好些 将那个 经济发展的红利分给大家 那就OK 其实香港本身 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 就是 我的看法 就不是了 只不过 艺康的情况 他就是一个胜利者 严格来说 那他就觉得香港很好 那香港的失败者 他不说的 都没有 香港多多失败者 是啊 是啊 那当然 那他也是 反共反的最厉害 就是 那时候 我们记得 亚时有个节目 好像 《今夜不设防》 好像是 有他 蔡兰 和 王瞻 是 王瞻那时候 也很反共 但是回归了之后 也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说要反共 那时候 艺康就说他投了共 但是 国家变好 你看到国家变好的 事实上是 那变好的 是不是都要骂 你变好的 是不是还要骂下去 那如果 你实事求是 他看 他当然有不好的事情 那你不好和好的事情 你拼在一起来说 实事求是 是不是 实事求是 看前面的话 其实有很多事情 不需要这样骂 而已 我的看法就是 还有 尼康他 很早就移民了 我记得 去了 美国 去了 美国 那 其实 原因 就是 他移民了 很快都回来 他没办法 习惯了 习惯不了 2007年 回到香港住 应该是他太太 习惯不了 如果我记得 就是 他没有办法 这些是 那当然 就是 这个 这个 魏康 他 文学 创作上面 那 他是 厉害的 这个 很多粉丝 其实就是 那 我自己 就不是他的粉丝 就是我 《维斯理》那些书 我没看过 除了电视剧之外 我什么都没看过 就是 我是一个很粗浅的人 那 《深水埗》 《倒棍》 就是胡温 《非箭之罪》 我也知道 所以我就说 有些事情 坦白地跟大家说 你不能够贏了一件事 你不能够贏了下去 就是 有些事情 是要慢慢变好的 这个 那 《9PM》 帖子就说 蔡兰日本籍 蔡兰不是日本籍 蔡兰是西亚人 蔡兰不是日本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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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兰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 馬来西亚人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了自己的国籍 就是永居 就不会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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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好了 那 来到这里 就是讲危行 讲多一点点 因为 其实 那一节 很坦白地说 我是听了一部分 但是 我觉得有些事情 是讲少了 所以我就讲一点点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 我们回来再讲其他话题 大家 好 好